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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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看一下一个非常有名的十字架 就是圣达米昂的圣古像 就是在十字架上的一个耶稣 然后跟圣范基哥讲话 我们讲过了圣范基哥是意大利的主宝 然后范基哥还没有归于耶稣的时候 然后有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跟他讲话说 你要修建我的教会 然后从那时候范基哥就悔改了 然后开始真的忍修这个破烂的教会 可是耶稣的意思是要真的要建立一个新的团体 影响整个教会 那这个圣达米昂的十字架属于一种凯旋的基督 为什么叫做凯旋的 Triumphance 因为他虽然被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他的肋旁已经是打开流血 所以他应该是死掉的耶稣 可是他是一个打开眼睛的 然后看着我们的还活着的耶稣 所以我们不会感觉到他是死掉了 他已经是一个复活的预告 其实在十字架上已经有一个复活的耶稣 然后圣田 然后上面有天主妇的手 接受他 然后在十字架的旁边 有玛利亚跟若望 然后另一面有白夫长 还有玛利的脸 还有另外一个玛利亚 另外一个妇女也在看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从这个开宣的主耶稣 变成一个受苦的基督 叫做Christus Patiens 看这个版本 突然间原本是打开眼睛 活着突然间死掉了 他的身体也扭曲的 变成一个S型的 所以从那时候起 比较注意到的 不是耶稣复活了战胜死亡 比较强调 他很可怜 其实他受苦 他真的死了 为你而死 让我们比较有凭感动 不是凭一个 他复活了 他有胜利 让我们感动 然后这里是乔托 他的身材变成比较真实的 比较立体 比较我们现代人 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 有立体感 你们看他的辐射 那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候 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 一个是意大利的风格 意大利虽然耶稣受苦 已经死掉了 我们会感动身受 可是他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裸体的人 那北方人 北欧的 像这里 他们就比较血腥的 他们比较 让我们 看着觉得 好可怕的 所以 我们看到 北方跟南方的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兴趣可以多研究 四肢架上的耶稣 感谢观看